有網友分享 要說他把自己的房子拿去增貸 結果挺好 他說投資005600915 靠著股息竟然可以買第二間房 其實你增貸金額 如果來到千萬的話 我們這樣試算 因為他大概5%到6%左右的 現金鼓勵殖利率 等於每年大概有50萬左右的 一個現金鼓勵 你累積個一年兩年 基本上就累積到一個套房的投機款 所以反而可以再持續的進行加成效果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大家反而會關注 這些高股息ETF 它能不能給予我 足夠穩定的殖利率報酬 這樣我才好去估算未來 我能夠賺取的利差有多少 事實上今年度 這些高股息ETF 不只是殖利率量力 股價都在陸續創高當中 你可以觀察到 我大概是今年中旬到下半年左右 我看到大概有10檔左右的高股息ETF 不是今年新高 是歷史新高 歷史新高 為什麼股價在今年第三季就創下歷史新高了呢 原因很簡單 因為它掛牌時間比較晚 它可能去年才掛牌的 它在熊市的時候掛牌 很容易就創下歷史新高了 那你也可以觀察到 就目前股價創新高的台北股息ETF 真的非常多 而且大部分都是高股息ETF 像是00929的部分 富华台灣科技優息 今年從10月份的低點以來 漲幅是一成二 現在股價也在持續中高當中 而且規模都不小 有三檔新掛牌的ETF 都來到400億以上 都是百億規模的 或者像是元大高息低波 群域台灣精選高息 這些ETF都有一個特色 就是漲幅突然變得很亮麗 所以我覺得第一個問題就是 明年如果台北股市的獲利值 因為今年其實獲利不是特別好 如果明年的配息除上現在的股價來看 明年殖利率不會太亮麗 所以現在我先大家了解的一件事情 現在買入的成本價值 是比較高一點點的 那第二件事情 可是如果為了台北股市 還是會持續推升 難道不能買這些高股息ETF嗎 我個人認為 因為這些高股息ETF 很多都已經跟本輪的AI行情做掛鉤了 它的機器已經過度推高 所以廷號不會建議 這個時候再去追高高股息的ETF 沒錯 你大可以去佈局其他類型的ETF 它雖然沒辦法直接領取股息 但它一樣可以給予你不錯的資本利得 而且不用課稅 你可以觀察到 其實國人你看到台北股市 股票型的基金規模 在過去三年增長了1.3兆 你看外資20年賣了4000億 21年又賣了5000億 22年直接賣了1兆 所以這到底是誰把它給買上來 台北股市怎麼會在外資大賣的情況底下 從8000點漲到現在快要18000了 就是我們國人ETF買起來的 所以第一件事情你要了解ETF 現在的邏輯其實跟房價有點像 就是大部分人投資的心態都是跌了就買 跌了就買 你很難看到那種大幅乖離回檔 它根本就是以大盤進行聯動 第二件事情是整個台北股市 在台北股市的獲利年增率的部分 你看前三季度衰退 今年一季度衰退5成 二季度衰退3成 三季度衰退1成6 可是在今年四季度 開始由年減轉年增 正成長了 明年預估一整條獲利通道 就會因此而打開 所以你要對讀景氣向好 帶給你資本類的報酬 這時候挑選什麼ETF好 就是市值型的ETF 你像0050 006208的部分 他們都是追蹤台灣50指數 而且與此同時 保管費經濟費不太一樣 0050是0.35 006208是0.185 比較便宜 你說這只差個0.幾%而已 但我想跟同學們分享 這個因為我們存股 做的都是一個長期資產的配置 就好像我們買股票一樣 就是想要減便宜 第一兩個tick也要買到 所以我個人認為 保管費稍微便宜一點 會比較適當 那簡而言之 現在現在的市況 我認為高股是ETF 可能有過度積極推高的疑慮 所以可以看市值型的ETF 市值型的ETF 你就伴隨著整個景氣的推升效果 到時候 你不一定連得到配息 可是你可以賣股票 來付你的房貸 所以在這種狀態底下 我反倒會認為 現在應該以市值型ETF 作為主要部件的方向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的是 大力光的股價 在今天是一度攻到了2700 又是27個月的新高 那麼接下來 整個光學族群的後市 到底怎麼觀察 我們先休息一下 稍後來關心 我們先判決 我們先為營造 3zy 3 1 3 1